你回來了 昨天很早早機回來 一回來就給大家一個E-mail 我沒空看,即是很煌 不是E-mail那個WhatsApp 我說今天一定要講講選舉 當然,人生大事 尤其今屆選舉更加不知用什麼字來形容 慘 不只是慘 又是亂 又是一個謎 總之很多單字都用得著 不知怎樣來描寫 而且回歸之後這麼多年 也有選舉幾屆 但我沒試過一屆 全星期去什麼派對 遇到什麼朋友都會講這個話題 當然 現在傳承日本講什麼 最好現在有緋聞 任何緋聞都不講 是要先講這個 就算是局長去偷吃 找Coco 那些是很多年前 我意思是同時都沒有人理 自由女神和某某人發生什麼故事 你說社運女神? 人人都有份 就是 周小姐 對 對 不錯 不錯 背後的故事 對 那個故事真的猜不到 對 誰的故事 最近有一個 明顯焦了 巧克力蛋糕 是焦了嗎 是焦了嗎 沒有 是有香味 好焦的香味 是焦糖味 焦糖 是焦糖 是焦糖 這個選舉是焦糖 有焦糖的味道 其實我一開始 細節 我在那邊 不是看得太清楚 那邊 吃飯也有人說 就不像香港那樣 但是我想講講 那個本質 香港回歸之後 選舉的本質 尤其是立法會選舉的本質 香港的立法會是一個怪胎 是 為什麼呢 為什麼說它是怪胎 因為 在廣經的時候 中共已經說了 這個立法會和行政會 兩個都是一個 諮詢會議 它不當是一個 行政立法機關 香港或者行政立法機關 是一個諮詢會議 當然了 他們在北面是慣了拍手 拍手和睡覺 那當然是有機胎 以前習慣了一件事 叫做 港督會同行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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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需要解釋的 我們梁振英特首用過的 他發牌給不收費電視的時候 用過這條條 我不需要說 我有保密的 有超然地位 超然地位 那就是說 這個是專制裏面的最專制 專制用到最盡 用到最盡 連小小偽裝 說我要經過一會議 那麼多人 即是事情都不辦 索性一重複就來 索性是不辦的 這個我又覺得真實得來 真的很苦情 但是香港是在這樣之下生存下去 因為這樣 其實立法會議 又是真是一個很悲良的地方 無論你什麼東西裡面的功能 其實最後都是假的 因為最後行政會議 每個地方當時會議和特首已經決定了 或者你如果要有法律 要通過 但是 你不夠人多 人家已經佈了個局,啞死了那些位,全世界這個啞毀方法又是香港最特別的 這個叫功能組別 比例代表制是後來才改的 比例代表制反過來是益了少數的 原意就是 功能組別也是本來想用來益少數的 誰知現在是剛倒轉的,那些最強勢的,那些長的物產 還有一個本身就是,他一定要贏 他是刪除所有輸的門 這個民主的架構本身已經是一個極端荒謬 很可笑,很怪胎 回歸之後,為何共產黨還這麼緊張呢 原因就是,他猜不到,原本是贏硬的,原本是強勢的 但誰知他找出來的橡皮圖章不爭氣 這個變數,我想是共產黨猜不到的 他猜不到,你正改表決那一刻,開剩那幾個人在 那些人根本連這個橡皮圖章,機械人,舉手機器,禁制機器都不稱職 根本是食失米 最早,如果你看回毛澤東選擇 毛澤東說過一個方式 他方式說,所謂我們有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 是三分一的人是保皇黨 即是左的,三分一的人應該是右的 即是對加的 對加的,他不會一半半的 但還有三分一的人呢 中立的 中立,是民主中立 你要爭取的 要爭取他們的支持 即是共產黨仍然要在民主政策中努力 他爭取這三分一的人 其他中間的三分一的人 側向他那邊 他可能會變成三分二 這樣才贏你 說出來這件事真是不錯的 示範單位 示範單位真是不漂亮 不只是示範單位 你網上交友的那些 黃陽達整的那些 網上交友平台 那些女兒條條都漂亮的 每件都正的 一定的,因為有美圖瘦瘦 你竟敢見真人才算 我沒有用 我現在夠僵做Live 阿哥,你說話 你夠僵做Live 我有用過 但現在我夠僵Live 那就是全部恭喜你 不用恭喜我 我先說過其他 原來他的本質是一場戲 是一個怪胎 但是蕭公子對於功能組別 他有一個看法 他是覺得功能組別的存在是必要 當然現在被濫用 是真的 亦都被人收買的收買 在制度上形成一個問題是真的 但是你看看這次 醫生註冊修訂條例 就是靠劉家劉 一手一腳 為甚麼拎頭 賭果成恩 就是因為梁家劉 一個怪胎 大家沒有留意過他 但他一個人可以拉倒整件事 因為 這是因果的調轉 我把蕭公子 如果大家沒有聽決戰的話 大概講一講的意思 他說其實是兩條回歸線 這兩條線在回歸之前 九七之前已經復了 一條就是民主抗共 一條就是專業抗共 專業抗共那條就是 想著是社會的中樓底柱 建築界也好 自益民旨 而這一群人 因為他維護自己的行內 業內利益 所以如果中共要滲透 就沒那麼容易 因為他們會以實際利益 先 反而另外一邊 我們講民主抗共一邊 大家聽到民主是什麼 是一個制度 但同時也是一個理念 這群人 會有很多 我們今時今日見到 為什麼會吵架泛民 三十年來沒有做過什麼呢 就是因為很多是不實際的舉動 是太離地 所以當時英國人的復線 就是想著這兩條雙軌制 這樣走去抗擊中共的滲透 但當然大家看不到 當時也沒有猜到的 其實它是會有這個 逐步的蠶食 還有它是會慢慢滲透 買入 透過紅色資本的滲透 這種方式 還有 還有 就是民主抗共那邊 很簡單 就是你找一些人 是鬼去扮人 然後大大聲地 說打著民主鬥士的旗號 而連那邊都滲透了 那你更加說回功能組別那邊 更加容易就是 剛才所說的紅色資本 所以現在就是兩邊都斷纜 是啊 其實我不贊成蕭公子 原因就是 因為有了梁家流 你才有這個口實 但是反過來 你說人數 說滲透容易 說利益派出去 而能夠改變到 投票紀錄 投票的意向 是比民主抗共更容易 因為 小圈子選舉 甚至乎 一些功能組別 它是屬於很少人的 舉個例子 譬如教協 教協背後有四萬個職員 即是在做教師 但是在那裏 只有一票 但是在漁龍界 十幾個人 又有一票 甚至乎李嘉誠的公司 只不過剛好有個梁家流 令到蕭公有個口實 是說他認為 他不是一個特例 不是一個普遍例 但是探長說 其實有一個重點在這裏 他怎樣分配這個功能 是不是用這個社會實際 或者對社會實際有益的方法 來分配功能 現在你看到的 它的功能是社會上生意佬最多 金融界最多 地產界最多 這些漁龍很容易給錢 動得到 因為利益行線 利益行線 你要頂硬一點 譬如 我說文化界 文化界是沒有票的 三分之一都沒有 你又沒有 我沒有 文化界不是有一個嗎 叫文化 馬文康 現在執貿委員會跟他爭 有人跟他爭 屆時跟你一起推 老漢 其中一個老漢 推車 對不起 推過 老漢不是老漢 對不起 我跟人說 你看看 他包括了出版 文化 還有體育 他混合好多女 但你也沒有 真的荒謬 我是沒有 你不是一個 你代表文化界 我不是 不是 出版社 很多出版社都沒有 反而有唱粵曲 那些粵曲團 有汪阿姐 有的 還有熱咖啡 有很多粵曲團 還有很多粵曲團 還有最好笑的是 讓他知道歌才行 對 讓你知道歌已經被捅了 還有他不管你做功能 是有沒有人去看的 對 只要你做 神功器 什麼都可以 所以 我贊成你的說法 大體來說 已經有了見解 有了結局 再做回前頭 那一定是對的 有了結局 再做回前頭 很多時候 我們經常聽到這些 所謂道理 我不是說蕭公 就是把一些事 調回來說 變成真的道理 整班 80後 90後的年輕人 就是被這些 調轉的道理 把果成恩 說到那件事 變成事實 個別會可能 蕭公子說得對 但是我們說大衛 他本身 功能組別 已經是 一個 不准學 但是我又覺得 在未來的 未來可見 將來裡面 會有機會 功能組別 能夠發揮到 阿仔乖 乖生性 不要妨礙爸爸做節目 他有機會發揮到 他的作用 找一獲 為什麼呢 就是 你看到在梁智英上台之後 他逐步逐步的瓦解 是 就是香港最核心的 那幾個維護 香港核心價值的 團體 例如法律界 香港大學 醫療 即 you name it OK 地產金融不用說 OK 這些不用搞 已經搞特 九七年前都已經 談好了 但是這幾個 你發覺他大學 又說 這個校委會 又要他任命 現在醫生註冊 修證條例又說 醫委會又要他任命 你發覺 業界 我覺得這件事 又有趣 就是他可以掌握到 香港人 那種短視 以及急攻近利 就是當你動到他的利益 他才跟你成功 我有個看法 你看看今次醫生註冊修證條例 那些泛民居然是支持 我 十個字初口贈他 我有個看法 其實共產黨看漏眼 就是剛才幾類功能組別 都是利益 他覺得是放心給他的 但是回歸之後 這一兩屆過了之後 發覺他看漏了一件事 就是醫生 那個團隊為什麼會跟你支持 因為醫生 現在做醫生 入到這個 專業 因為那一代他讀的書 他受的價值觀 都是 是前面的前朝 但是共產黨 但共產黨認識的醫生 全部都是幫黨做的 全部都是穩定的醫生 所以他看漏了 他那個 原來的方針 是任何一個職業 無論你 因為他認為做醫生都是做生意 他不知道 他理解不了 然後到法律界 法律界 法律界 人家全部讀書 英國讀完書 價值觀當然跟你不同 但是大陸的法官 他都是做演員 他是做為黨的利益服務 所以放了這幾個界別的生 現在就知道要補學 還有一個界別 是沒有界別的 但這個很重要的 叫做傳媒 現在就沒有了這個界別 這個傳媒 這個傳媒 很有趣 我有一個朋友 做律師 做普通律師 事務師 他有一個 有一個名句 我早二十多年前已經知道 他說 所有做法律界 是為甚麼服務 他說 是為公義服務 最後是為公義服務 這個本來很抽象 但他的公義 英國法律界有一個代表人 最後那個 叫做大主教 其實有跟宗教有些關係 最後還有一個 上帝 英女皇 皇帝 當然這個他不用 他不會說 但這個他有個歷史 因為他就算西方 都有軍權神授的概念 但是他那個 但是最後一個公義的觀念 這個抽象的觀念 都受過這個教育的人 我認識那個左派人 我認識那個左派人 是我的老友 他回到星星 他很朋友 星星 現在做了首席 有一次我跟他在港台 二十多年前在港台做節目 就說這個問題 他說法律是為政權服務 是吧 大哥你也可以讀華人 雖然我最逗例 我讀官青年會 但讀官叫華人 沒理由會 會說這句話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歸了那邊 一歸了就變成 在那邊的同聲音 就是找個朋友來說話 是啊 他說原來 他的反駁的原因更好笑 中國四千年來 哪條法律 不是為政權服務 不是為皇帝服務 沒錯 對你說得對 所以這樣就是革命 為什麼他不回到中國做 香港一開始就不是 那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裏得益 不簡單 就是了 全部都是因為受了利益 他說這句話出來 我說不是 在我認識裏面 法律是為公義服務 英國有一個說法 這句話已經很久了 就是 Let justice be done Do heaven fall 就算天要倒下來 都要以公義行先 是啊 公義必須得到超顯 超顯 超顯 Must be seen 一定要被人看到 Justice be done 即使會死人倒樓 天倒下來都要做 而一個我忘記了是十八世紀的事 這是信念來的 這不能夠說是一個規定 這是一個信念 是信念來的 有了這個信念 沒有你後面下注下來的任何工作 才可以關照這個 按照這個公義 那個最後的道理 那你對一對良心 中文又叫對一對良心 那怎麼對一對良心呢 自己都沒有公義 我對一個黨的服務 我對一個人的服務 這個不是沒有 以前有 但現在已經是落後 不應該再說 但如果根據這樣 又說回香港 香港現在這樣 其實是倒退的 我們是倒退的 但是呢 功能準備好在 現在還有一群 讀書 受這樣的教育的人 仍然 思想頭腦是這樣的 我覺得共產黨太心急 當那些年輕人入了行 又沒有什麼信念 又長期都沒有 沒有一個 即是前一個 提供給他的時候 慢慢自己走 我覺得新一代 是開始沒有性的 即失爽了 即是失爽了 沒有了一個底線 的時候 利益多的就去了那裡 但你又見到很有趣 就是現在新一代 即我們說 不要說八零 九零後的那些 反而他們更加踴躍投票 因為他們更加絕望 即我想大家網上也見到 就說有一個 是讀中學的 他還有三年才能投票 他就寫了 用紙就這樣抄 接著他就說 如果這次泛民都輸的話 他考慮自殺 他就說 我買不到紙 他就說我買不到紙 他就說你幫我影印 我印刷沒有紙 我下個星期才會再有二十七元 可以買到一疊紙 即是他就說 你們現在拿著那一票 是影響到我的未來 我的一生 是 那我剛才問一個 21歲的女生 他都說他是會投票的 反而很多 即我們不要說在老人院 那些 不是說那些 但很多人 尤其我住銅鑼灣 我更加覺得 在SOGO對開 你看到羅冠聰差不多天天 隔天就在那裡喊 在樓下 在樓下 在斑馬線那裡 即平時在這個 人流最多 人流最多 平時在法輪功 和青瓜 在互片的地方 就是在那裡 羅冠聰站在那裡喊 他就說 司馬民犧牲了 為了能夠成全到 剛剛昨日忽生的事 是的 被多一個泛民入席 那裡說 那裡聲勢力傑 但你見到的是什麼 就是那些人繼續走過 平衡宇宙 真的平衡宇宙 你想哭 你只會覺得他很慘 一個小孩 拿著咪咪 喊到青筋暴焰 口水都乾 聲音都變了 那些人是看不到的 等於你農曆7月14 那些惡鬼上班 你這麼叉燒 四處撲東西吃 我們人類看不到的 其實 你不要說那些途人 可能很多大陸人 遊客都不定 就是銅鑼灣 我昨晚有個派對 有些朋友兩年不見 出來 很多朋友都叫我 出回來什麼意思 出回來 Gathering 我要嚇死我 我以為你 就是我剛出來工作的朋友 很多都有成就 有些是演藝界 有做幕後 竟然有一個人 拋水催 問我搞什麼 我說搞網台 然後有些人 一個半個聽過我 就說現在講政治的事情 有一個是好好先生 問我究竟 為什麼要這麼緊張投票 難得一個五十歲的人 都這麼純粹 不知道為什麼要投票 為什麼 我不想理會 但有些新聞 在開電視 就是在那裡吵架 我覺得很煩 幸好我真的沒有參與 不然就慘了 不如你說一下 為什麼你這麼有癮 這個很有趣的問題 為什麼要投票 於是我具細無謂的 告訴他 為什麼現在越來惡努 為什麼行業越來萎縮 為什麼你見到的租金越來貴 為什麼你見到的產業越來越窄 為什麼越靠 為什麼要靠大陸人 各樣各樣各樣 我講到這裏 他已經這樣 這樣睡 但你繼續 叫他選立法議員 在那裏做好睡覺 那我繼續 我再講 其實我講講 我忍不住譴責他 所以現在這麼難搞 這麼多問題 原因就是 我們英國走了 英國走了之後 我們沒有理由我的選票 去導證一些社會不公平的制度 以及一些既得利益者 繼續搶他們的錢 我反而問他 他說三跑高鐵那些 你認為怎樣 他說那些人 他都沒聽過 他聽過 這麼貴當然不比起好 他用貴來計 我說為什麼你會覺得不應該呢 不是這個時候 你正經了 如果比著我印象中的你 他跟他說 不是 喜好 促進香港的經濟繁衡 香港需要基建提供就業機會 看看你 看看你什麼朋友 你反轉回來 因為那些朋友是真心的朋友 沒有人知道聽反話 因為真心的朋友 他真的不知道 他不是既得利益者 然後就講到 其實你的行家被人封殺了 開了演唱會仔 又被人哭打 做開的工作又沒有了 做代言人又沒有了 我說 可能你站在他一旁 你無端端 你什麼都不理也好 你無端端 會被人 你作的那首歌 明明不是你填詞 說你反動 你被人拘捕了也會 然後他開始混亂 沙灘波正在轉 他說 你怎麼知道還沒試過 死定 這個就是50歲那個 我說 我以前說 就當是開玩笑 現在真的正在發生 然後他講了十年 他講了十年後 都不知道什麼好看 說一些誇張的 其實一點都不誇張 現在正在來 然後他繼續打暗路 當然 說了很久 沙灘波不見了 沙灘波不見了 他有個結案尋遲 他說不要緊 窮也無所謂 都做了這麼多年人 總之我不想理這些 這麼煩獸的事 死的時候有個地方撞就算了 沒有 沒有 他都可以 以他的套路 因為他真的喜歡音樂的音樂人 他真的有這些人 他不會跟你爭 他認為根本就不關我的事 就算你弄到我這樣 我都逆來順受 我就這樣度過一生就算了 他還問我 你怎麼知道我沒被人弄過 就算你弄過也無所謂 就算你死了沒有 這就是環保問題 也不關我的事 我那時候死了 我孫受 我可能沒有孫 我跟著我就會回答他 如果你投胎回來 你就糟糕 我想讀一個 我這個文化交流 又不是私房菜 但有東西吃的地方 大家猜一下 大家猜一下 有很多人知道 那些偽中產 怎樣叫偽中產 就是反家產 你整份人工 兩夫妻加起來 拿了七成去供一層樓 覺得自己好有成就 那層樓還要濫入浴缸 那些 濫出窗外 有浴缸 你真是開玩笑 下進去都成問題 肥婆蹲塔 這樣吸得行 你拿著兩個 冤了氣水 下輩 喝杯氣水就行 有一個 架了出來半隻 酸和鼻 好了 我就有很多藝中產 來吃飯 然後就有一個 facebook 不是facebook WhatsApp Group 我收到 不好意思 容許我讀給大家看 因為你會明白 為什麼我血壓 由血壓低 變了血壓很高 這個訊息 就說 一般議員 月薪是93040 93040乘12是多少 4年是多少 這些全部都可以入袋 還有什麼 交通津貼 應酬 辦事業租金 助手人工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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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可以入袋 1662.8萬 泛民的議席加起來 肯定競爭更加激烈 可能大打出手 有你沒有我 然後有人就回覆了 我都去做 最清楚聽著這句 都不要緊 最大問題是有不少人進去 做都不用做 只是反對反對 那麽就代帥了 是 他是建定的事情 是 另外一個人就說 所以我們一定要很小心 嚴格審查才決定投票給哪一個人 否則就好像那些所謂的民主派 我已經以為自己很聰明 你聽我說 你繼續聽 包你爆血管 不開會 只知道拉票抗議 拉布 拉布抗議 請問其實不開會 他怎麽可以拉布呢 他人要在這裏拉布 他怎麽精神拉布 然後呢 事事反對 和專搞破壞的人 來破壞香港的安寧 他不會感謝你 反而要令你的生活越來越差 越來越落後 請你幫忙通知 其他朋友要小心選擇 這個時候 我就出手KO了 因為我忍不住 你知道嗎 這個WhatsApp Group 開了幾個月 我每天都忍受他們 把廢物出來 但你怎麽會進入這個群組 因為他們來我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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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麽要你進入群組 因為大家就分享 好 發揮到你的工作 我的作用 然後我就說 此言差異 我說政府不顧民生 在前線醫護人員 已經在吃飯 床位使用率超過150% 大家已經躺在走廊的時候 他拿了六千多億 都可以建造的大壩像工程 外移削錦醫療 我可以知道 林鄭還把千億 送給四川外籠的熊貓 去做保育 難道香港人的人命 就真的佔過熊貓嗎 我說 拉布就是正正防止 特首將香港的儲備 當是人情 送給中央 換自己的連任籌碼 我說 阻止政府賭錢落海 將香港納稅人的錢 用到民生上 你現在是好人度賊版 我說 你這樣還不是千言差矣 當時有一些天真嬌 就說 拉布和賭錢落海 是異曲同工的 叫做解釋 我說拉布 怎麼可以拉到近八千億呢 接著 我就說 民主政制之妙 在於是人民主導 議員作為民意代表 如果你覺得 香港人命 是真的佔過熊貓的 住屋是不重要 得過基建的 你就去投給建制派 這個時候 聽著 我想你的朋友也是這樣 你的朋友也會這樣 到這個時候 他們會說 其實大家意見不同 很正常 各自表述 不要相和氣 不要涉及個人層面 我們互相交流 你一直都沒有個人層面 我沒有攻擊你 我沒有攻擊你 我就是他們預備 知道你快要開波 可能 開了 他們永遠都是這樣 就是他們有說一些 好像很厲害 很厲害 有些數字 9萬3千多元 一個月 他們進入去就百度人工 只是抗議 那些又算不算 做事那些 是很值得收份人工呢 他們當然是覺得 他們只是為了反對 而反對就可以得到人工 說是那些不反對 是不是很滿意 他覺得是 因為他上班也是這樣 他自己也是這樣 寫照 我就跟他說 我說說話 就要說理據 我說的是基於事實和數字 我拉布守住香港人的血汗錢 不讓政客拿來做個人的政治本錢 我說你在街上被人搶手袋 有個好心人幫你追責 拿回手袋回來給你 你還打他一身 因為你說要阻止他上班 你還要等你追 你還要追責 你還要追責 大哥 我說機場三寶 現在作價一千多億 只是降 又不能升 只是給大陸人使用 而且每天只有十班機 其實你知道嗎 然後他又翻譯 其實是各自表現而已 不要牽涉個人層面 大家都是在朋友之間交流 連這句也是翻譯 又再翻譯一次 然後他就說 其實這個群組不是用來打算做詳細的政治辯論 我真的跟他說 其實那一刻我心裡想 你夠薑 你跟我爭 你跟我爭 我真的跟你奉陪 但他們已經開了另一個群組 他已經很害怕 他已經很害怕 然後我就說 其實你經常發出這些政治訊息 我從來都看一看 笑一笑就算 他呀 我說 但我看你今天這麼起勁 還有這麼多理論 這麼有假情 對 阿姐跟你說話 阿姐跟你聊一下 然後我最後一句 我就說 太多人忽然政治 滿口理論 異症慈嚴 但其實知道很少 所以這些人一刺就穿 所以我很欣賞你的 揭而不捨 但這些人 傳統下來 是一個服從性的交道 其實都不認識民主 以前我經常跟人爭辯 因為民主很生氣 但其實如果你認識多這些朋友 其實香港人真的不認識 是一個服從民族 是一個服從社會 你想想我們教育已經知道了 看我們小孩子的時候 什麼叫乖 聽爸爸媽媽說 就叫乖 有任何一些看得到不對 你不敢說 又說不會用任何方式 來表達你的心態 小孩子 譬如說 有個老師 我很佩服他 為什麼小孩子會這麼頑皮 會這麼頑皮 會這麼頑皮 上課越叫他 不要聊天 不要頑皮 專門要聊天 即是羅天使 罰了他 他還在過頭上吵 他就是說 因為他要反抗 你不給機會反抗 為什麼要反抗 他不是傻的 他一定是有些原因 他要反抗 你不去了解他的反抗 即是你不去了解 為什麼他要拉布 為什麼他要做出一些 你覺得不對的 不服從的行為 然後你就把那種 反抗行為 揮進一種邪惡 這個頑皮 這個頑皮 叫做頑皮 現在一樣的 邪惡 就頑皮 這個 就是頑皮 就是邪惡 這個 學生 叫他不要動 他只要動 多兩句 他不去想 為什麼他動 他原來在反抗 你 究竟自己有沒有錯 老師 那些校規沒法 他沒有去想 他不想 因為總之校規就是規 對 他要服從 所以他幫忙做抖察 幫忙做抖 對 幫忙做抖 我舉一個例子 我那天 我跟 staff 我 staff 做了一些事情 然後我就說 咦 我說你沒有跟我說 他說我昨天說了 你沒有聽 然後就一嘆嘴 他說 你只叫我做什麼 做什麼 做什麼 這樣就聽不到我講話 然後我就出來跟他說 我說其實你講得對 我說 但是 現實是什麼 那個現實就是 因為 任何打工 其實都是這樣的 都是老闆會跟你說 要做什麼 做什麼 因為那盤生意是他的 我說 所以我 自從2004年開始 我就沒有再打工了 因為 2004年之前 我已經發覺 我可能頂不上老闆 所以我就不斷地想 我怎樣可以擺脫 這個變態婆 那還有 就是當他 叫我做完的事情之後 我做了 然後他又失憶 以為我沒有做到 或者他沒有說過 什麼都好 的時候 我與其是跟他說 八婆 你說過 你不記得 簡單的說 告訴我 然後我就想 我怎樣 shut her up 我shut her up 的方法 就是 我傳給你 我有白字 黑字 不要說你沒有聽過 是不是 現在 香港人就是 你覺得那些事情不行 你又沒有辦法 然後你又要蠢 你又要服從 然後一會兒覺得很亂 因為服從也不要緊 是服從之後 還要罵人不服從 你有沒有想過他們 為什麼要服從 簡單一點 懶惰 懶惰 因為習慣了 香港 一個很專制的地方 一個沒有能力反抗 也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反抗 就唯有服從 還有一件事 就是 現在那個專制做到的害處 還未直接 很快趣 傷害到你 於是 下一代 不關我的事 我死了 這樣才大學 沒錯 下一代 如果他們是西藏人 即是沒有護照 他們都可能會覺得下一代 關他們的事 中產都會生孩子 不是完全不生 但是 因為他們有護照 所以他們就覺得 即是老公是出事 我認識別人的護照 都是這樣 我真是大領絡 完全是看不到 將來的危機 很多是看很短 這個是以前 在港英的時候 教育你的 我剛才說 港英的教育是不錯 但是有些教育很好 很陰濕 因為他們想著 長期都是直理文 是的 他不需要說那麼多 令到你很容易 培育了一個 急功近利 短視 因為他是養你的功能 就是這樣 如果這樣知道 那麼多 你一定會造反 沒錯 其實英國人 普遍都懷念他 但是我覺得 他們其實害了我們 有的 你想想 以前香港 我們最艱苦的時候 讓你有安居樂業 專心做他對手來賺錢 你自己發達 英國人好又好在 我不介意 你也要富起來 總之你的程度 接近我 他也很開心 但是 問題就是 來自北面的危機 一一跟你頂了 甚至乎 共產黨 就來 沙羅來 他也跟你頂了 六四 即是他已經收到 六四之前 六四之前的難民潮 還有共產黨 那時候 民教 民法大革命 他全部香港 他連這麼嚴重的 暴動 都跟你搞定 出英軍 香港人 香港人 對政治 完全可以不理 都生活得很好的 亦都不用害怕 又要頂住 於是 於是 習慣了 回歸之後 我們已經沒有了一隻殼 什麼都沒有 真正面對的時候 你自己 有些人選擇 反正都被人管 那就繼續被他管 很多人都認為是這樣的 因為習慣了 是有人保護你 我們大哥說 中國人要管 但他搞錯的地方 管理那些人不同 管理那些人都是中國人 混蛋 你明白嗎 其實成龍 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多人不喜歡 但他說的某程度是對的 這是對的 中國人要管 是真的 部分中國人要管 這是犯子 我們當然是少數 由小到大都不反管 我不是中國人 我不是中國人 有些管理是好的 我就想跳了 你中國人 要管 而你找回一個中國人 要管的中國人 給自己人管 那就是災難 是一個 recipe for disaster 因為他自己 都不是一個超脫 如果你說 不是 文初的時候 有很多中國人 留學的 在外國 吸收了外國的 回來 那你是不是給那些人管 都好些 但問題是 你中國人說法治 你不跟我說笑 老實實 中國人什麼時候 有法治的概念 沒有的 合望著 剛才我們說 我是中國人的問題 我是中國血統 但我是香港人 香港和現在的中國 因為被他壟斷了 整個話語權 台北都要中華台北 不是台灣的 他惡勢的時候 我為什麼要認為我是中國人 因為我是香港人 我和你真的不同 但問題是 那時候我先跳一點步 跳步 跳下一個話題 那個司馬文 應該做特首 我覺得 老實實 你唯一一次和我 是跟我說 不同的一件事 其實我們還未開 說了一點 我們咪後的時候 我已經跟這條粉腸說 我說 你千萬不要一會 說我之所以選司馬文 因為他是羊腸 我說了 不是 我說了 我昨天很傷心 昨天我有個朋友 說司馬文退選 我正在煮東西 我說不是 然後他說 他真的 他叫人頭羅冠聰 然後我馬上去司馬文 我一看到 那個港大民調 他開始說 他還要剔除了自己的情緒 他很 matter of fact 即是說 很如是如實陳述 很冷靜地說 他沒有情緒 沒有不開心 這才是真正想法的方法 他說 因為我真的只有1% 反正都沒有 我都入不了 他說 大家去支持 能夠現在在邊緣上 未必入到 但如果有你們支持 會入多少人 可能可以 但是很好笑 你知不知道 為什麼你又要對司馬文 我差不多失戀了 我昨天哭了很多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我們當然明白 你會不會對胡遂山哭呢 沒有 就是 就是 司馬文你先說 因為我其中有一個 我很贊成 你很贊成 你很贊成 你很贊成什麼 我贊成 你說 追 他說 他說 他說的 你說的 羊腸 不是 將來開會是用英文 是呀 使用那些土共 是牙 是呀 這個呢 我最贊成 然後有人 很愚蠢 說 你什麼不知道有翻譯 我當然知道 有翻譯 哎呀 不是這個意思 我看法完全不同 我覺得 今上是會聽的 翻譯怎麼可以這樣 搭著一聲吵架 他肯定會聽的 我最昂居的現象就是 駱家雄 你大肯跟他說英文 他想表現給港女兒聽 我知道 英文多厲害 但如果人家覺得你英文厲害 為什麼不投給司馬文 哈哈 還有一個笑話 你覺得英文 講英文很緊張 我先講這個笑話 這是真實笑話 這個也是一個姓司馬 司馬長漢 某一個朋友 是 司馬千 他說他住在九龍塘 某一天 他的車不幸地 拍了一個不是拍位的地方 是 他急忙想去挽救這件事 看到警察走過 挽救白武 挽救那車不要抄牌 奈何已經有三個警察 是 已經準備 預備 等著第四個人來開台 不是 已經走到那裡 大家準備訂鈔了 準備 準備 大家看到車主來了 是 這是一個司馬民國國籍 不是 不是 很好笑 外國人 三個人 三個人 暗暗示娛 為什麼呢 找誰 去跟他說 他跟他說 終於 用一個非常聰明的方法 來解決這件事 三個警察 三個警察 怎麼猜贏 猜贏 都不用說 輸了他的 要和我老友講解 你一定要讓我抄 因為這是違法 你一定要讓我抄 你就是違法 如果用英文去說 我看他的水平 不是計算紅駁頭 紅駁頭取消了 有什麼隻�sing都死去的 未必說得到,所以就要拆拆 他講這個櫃頭給我聽的時候,笑死我 如果我近時有寬諾金燒出席做,我一定做這個 那晚即做,一定笑碌地,找杜萍做 你只是想到三年察察,怎樣都怎樣拆拆 然後就見到櫃頭出來,大家說不定 不知誰在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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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將來有人用思維來拼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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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是變成賣國賊 這是現象的 不是變成賣國賊 有時候你怎樣對付老套 就真的用這種方法 但你剛才說的故事是古代 近代都有 什麼古代 剛才我說的是近年發生 但我最近看了一段影片 每天有荷蘭人在示威現場 自己走進攝影機 第一身拍攝 就跑去挑戰 那些警察沒有委任證 你也有看 走進去 那些警察平常看古代 但第一身的鏡頭 那些人整個看得很遠 鏡頭來到這裡 都在看那裡 紅鬚綠眼 不停地避開鏡頭 接著都不可以了 你這個委任證 你這句說話引導我 為何不支持斯文文呢 他有他的功能 但他做立法會實在浪費了 我知道 做港督 他講話很有條理 那些人 很多怪胎選舉 很多時候是講名氣 絕對是 其實鬼佬都是名氣之一 名牌之一 他不是一個這麼名牌的鬼佬 有很多很荒謬 有很多很荒謬的人 說我不明白 他來香港這麼多年 三十幾年都不懂廣東話 他到底有多愛香港 不是這麼算的 我真的覺得你是什麼邏輯 很多我們南亞籍 從開始吃奶的時候 用紅方的力量的時候 已經講廣東話 一個英文都不懂 一個早家話都不懂 難道他又很愛香港 如果你這樣說 香港首富來香港這麼多年 廣東話還未講 都是廣潮州 你覺得呢 不是用這個計 廣東話講不字 你剛才很感激 看到司馬民這麼偉大 但我真的一定要讚揚胡瑞珊 我還未講完司馬民 我同樣給他回憶 因為作為一個工黨的主席 他都覺得自己 只有很少百分之一 很低的時候 就立刻醒目 自己站出來 就給了一個示範的作用 誰知道有些黨友 何秀蘭呢 他們不肯走 那當然 高低立見 那當然 你先說 我看到這些人的反應 第一 你說名氣不夠 有些人不知道他是誰 因為他是區議員 曾經 現在也是 現在也是 薄庫林區的區議員 是由一零年做到現在 好了 這個人 你說我沒有做功課 老實說我有 我做功課 就是我問了幾個住薄庫林區的人 覺得他做成怎樣 個個都是說好的 因為他不是一個惹火人 如果你說不是 有些人會踩他 因為是私怨 但他沒有什麼私怨 沒有什麼私怨 然後有些人說 他做過什麼 香港抗爭過什麼 各位 你想設計香港.com 設計中 設計香港.com 是他的 是他的 包括那些非法談到泥頭 然後新界業權 鄉事會那些丁權問題 然後怎麼會有醫療的廢物 倒來香港 倒來海 真可憐 如是等等 還有為什麼那個區裡面 譬如是沒有公共空間 譬如是有椅子的 那些公園 就是一個人是關心 真的關心香港 而不是有鏡頭之下 他才撲頭 就是 我也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 我有一個朋友 去找葉劉 一些學校的東西 要找他 他第一個就問他 你住哪裡 你是不是登記選民 第一句 然後他說不是 立即訂了他給他助手 這是目標為本 對 但你見到這個鬼佬 他就真的是 所謂的做實事 OK 而現在他是想入立法會 是真的去 contribute 而如果你有任何人 是有心看政綱的話 那些政綱 你不能駁我 收回單純性 甚批權 你覺得有問題嗎 難道你不想收回嗎 不是 他不懂得看 有中文的 哈哈哈 還有那些 譬如說 平基會的諮詢架構 大學校董會 承規會 裡面 不要是特首委任 每個人都這樣說 學生都這樣說 有什麼問題 我想問你 然後興建海水化淡廠 是不是好 不買冬光水好不好 當然好 省回五萬一或一年 還可以買水給別人 就是這樣 因為大陸很需要你的水 沒錯 未必那麼快 去達成 但是是一個願望 也好 還有復耕 新界農地 這個最好的 其實很多街街公園 人家不介意你耕田 但是很介意你建樓 沒錯 規管農地用途 大家知道為什麼 馬寶寶那件事 滑滑滑滑滑到中間那間 現在你聽聽鄉紳說 很可憐 鄉紳也很可憐 鄉紳 有些好鄉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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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紳都說 很慘 他的宿伯把地 做了燒烤牆 剩下廁 小鄉為什麼 本來給錢 但是他不知道 原來後面 是有很多廢物 有很多骯髒 所以有很多污潭 男友 很多這些 綑塊塊 還有一些塞車 很多是廢土牆 廢土牆也是比較差 你 stories 為什麼壞人 不是說廢土 神經病 進去那些闢洋、窮鄉時 你做了一個公眾收錢的人 每個人都覺得那裏少人 可以破壞了 而且是塞車,自己的鄉人不能進去 因為沒有規劃 那些不是廢土牆,是島嶺頭那些 就是島嶺頭那些 現在很多時都是地 自從中港交易多了 就變了很多地 他走到法律南,就做了那些固域的泊車 其實泊車泊車泊車,但原來後面 固域是做了四樓的 甚至乎是做了屋子給人住 我見過一間古蹟都被人住了 挺可憐 孫中山的紅樓 不是紅樓,是另一間 古蹟都被人分了劏房 那些很漂亮的木的門架 全部都撥爛了 這就等於早年的敦煌 早年的敦煌 那個王道士買了一些碗,不特意 他用了白鵝人 走來之後,沒有訂住 他走去山洞住 即是住都沒有所謂 裝模式冷氣 不是裝模式 透火 那些壁畫都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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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傳統,社會,社會都變化 還有環保,很多問題 你想想多難得 一個候選人是港島區 他不是特首 但他的政綱是適合一個特首 因為他不是說到事情 黃亦基也是 只是黃亦基的私怨 23條你知不支持 如果大部分人支持我就支持 你先別說私怨 但那個點是他中了很多人 我看到最大的問題是黃亦基的問題 就是很多以前是民主派的 可能跟華叔上街的 那一代上了岸山 他有個落台街 可以轉軚 因為他都嫌民主黨太交 你見到那個傾向 就是傾向到很多民主票 沒有了就是去了這些游離 這些游離就是適合他們的階層 覺得你講公義有什麼用 都絕望的了 但其實你一看那個選舉論壇 那個辯論 黃亦基已經馬上穿了 紅黃走 白蛇馬上拿了尾巴出來 我看法又不是 你先說一下 我真的覺得是 為什麼呢 你叫葉劉是陰濕 我不知道 然後說什麼啊 黃維基 那時23條你走過來 說你支持的 你巴結我不切的 你巴結很多官 然後你見到黃維基的臉很紅 劉太太你別亂說 我不認識你 我沒有見過你 沒有見過我 走會每個官都過來巴結 不要假裝了 黃維基 那你為什麼會想葉劉呢 我不是想葉劉 但是我覺得一個生人的雜星 我一點都不奇怪 黃維基會不會沒有去過走會 是商人 不要說這樣 你不要忘記 當初為什麼他會申請電視牌照 因為也是有個官 我一直叫我做證明 我真的在 他是不是真的不認識那些官 是 那個官都認識他 就是 那個人因為有病 所以沒有做 給了Gary做 就是那個官 那個女人還在 但是問題就是 他的政綱都很坦白 很多事情他都不為言 都照說 我覺得他是一個真小人 相對上 但是他到現在後來 選舉的情況下 他在公開的場合 都叫別人 你可以不投我 但你也不要投給建制派 但我覺得這個舉措 我覺得也不錯 拿回一些分子 雖然他不做 他不選 他已經不選 他會選到別人 無謂經驗選 我知道 但他沒有公開跟他們一起走 但在公開的場合 都叫別人 如果你不投我不要緊 你也不要投給那邊 我覺得 在一個特別 複雜的候選人來說 我算是 某些山派 我是拜 對不起 你這句話是好聽的 但是 這句話 在他99月的政綱裡面 我完全接受不了 他的政綱出了就知道 大家都 他根本就是一個偽建制 講完三個字 就是偽建制 是啊 他裡面的支持23條立法 然後 三派都贊成 三派都贊成 然後政綱要先待遇 還有教育公園 教育公園 教育公園 你跟建制有什麼分別 根本就是一個建制派 還有一個很簡單 當年 你 嘩嘩嘩 你搞什麼 貓的平衡力也算差 女兒 他睡得瘋了 哈哈哈哈 當年你香港電視法 不能發牌的時候 多少人支持你上街 幾萬人上街 是不是 那時候你有沒有出過來 黃慧基 你沒有出過來 你有沒有出來的理由是什麼 你說不想把這件事政治化 媽媽 那你不去選港藍 不過都解釋到的 是不是 現在你選立法會 不是政治是什麼 為什麼當日你不要政治化 你現在又這麼政治化 當日沒想到選立法會 哈哈 你不要政治化 可以 你繼續不要政治化 你不要現在來參選 他現在要 就是 我覺得 逢人都要給他一個機會 我不是說要給他做 我覺得以他這樣的轉向 由一個間變中 或者中變間的人 都是一個過程 我覺得 他走到沒有路 就走到你的路 我就覺得 不要用中間分野 問題就是 剛才我們都說了這句話 如果在利益的前提下 很多人為了利益 剛剛還剩下這句話 是 更正 剛才你也說了 他用了紅色資本 很多利益給你 你為了直接或間接 拿到的利益 你刺意 你怎樣都要跟他 有某些口徑相同 如果你完全夠膽 你逢中必犯 逢你說話 我就逢梁必犯 這樣呢 你就不用指望 他仍然是一個商人 很清楚 這是一個商人 商人 有四個字代表 大家都不用怎樣說 沒錯 就是這四個字 說多無謂 沒有公義 剛才經常說要講公義 沒有正直 那裡有利就那裡去 不過他可能轉個彎 轉個彎去 即如美國大選 我不支持特朗普一樣 特朗普一樣 都不代表我喜歡希拉莉 我覺得兩不難 希拉莉一樣 希拉莉也是自私的 很自私的 他的案件很久還沒搞定 是啊 但是我 我覺得反正是 逼狗跳牆去到這一步 喂 大把人被梁振英逼到跳牆 那我可以選劉夢熊嗎 可以嗎 好啊 劉夢熊在這裏 一定會選 他一定贏 我好想選劉夢熊 可以嗎 可以 下下就基本法定是41條 挺好聽 你是不是要三筆 他大把 那行不行嗎 這樣呢 但到了你沒有選擇的時候 你也要選劉夢熊 因為你沒有了 他現在穿著橫白 現在就是 現在就是 應該是 還未出現 不行 下年 特首選的時候 特首選的時候 但他不知道他那一條 是否是特首 不是 他不會選 但他出來爆炸 他刑事 他沒得罵了 但這樣 我覺得 不是逼狗跳牆 而是最後 有人出來 如果心裡有個泳池 我們都會高興 我都高興 起碼我都高興 起碼有人敢說了 至少 這個世界 真的完全沒有人說了 香港越來越 將no字忘記 所以你說no有一部電影都拍了 是講選舉的 那時候是阿根廷 有個大選 就是 建制派正在贏 誰知道那些廣告佬 就拍一些很low-tech的宣傳片 這樣就把局勢扭轉了 原來民心忍了很久 透過一些 即當政府鬆懈的時候 和看不起你的時候 他有政權 他爆出來 是的 我知道 我繼續說 他說這個司馬雲的政權 是很愚蠢的 因為為什麼呢 他都不選 但我都對不起 我都要再說 讓我說了兩句 就是 他說要為領展引入競爭 回購領展的商場街市 他也有提到 將這個強積金的供款 拿來做置業 即是公屋的首期 不是公屋的 買樓的首期 如是等等 這些其實 包括守護家衛公園 丁屋 廢除丁屋的政策 如是等等 我覺得這些全部 如果你只是看政綱 你看他這麼多年 在香港做的事情 再說一次 不是有鏡頭 他才出現 很細微細眼 海 陸地 家衛公園 環保議題 為什麼你不選他呢 就是因為你覺得他沒有機會 那你每個人都這樣想 你只能扔一個出來 是吧 對 你只是選擇你覺得是對的候選人 但是民調對你又不公平 因為那些人打他給他的選民 都不知道他講什麼 因為那些人是講廣東話的 以及只能打Landline 就算是你打一些外國的家庭 他收了線 都不理你 我想起碼也有3-5% 剛才我補充一下給你 是 因為我有一年 就和一些學生 出去excursion 那一年就去薄芙林村 是 薄芙林村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薄芙林區的原來村 是 這個村是香港很早成立的一個村 是最早的 是早過赤住的居民 是 真可憐 這個村是沒有定屋的 是不當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不是租借地 這個 那個 益的條例 益那些丁屋的條例 是租借的 是跟這個 新界 新界 他是香港區裏面 自己 真是原居民 這個無故 反而我們九龍城那個村 九龍城 九龍城 或者九龍城那個 前圍村 這些真是原居民 反而是沒有得益 是吧 所以 但是這條村沒有了 其實都跟英國人辦事有關 沒有了 已經很可憐了 一來最古老村 就去了做Cyber City 整條村都沒有了 其實當時為什麼會這樣處理那條村 就是跟三個碼頭的孤梨有關 因為很多人來做孤梨 但是沒有其他地方住 就住在山邊 沒有了區一邊搞搞搞搞搞搞 整個區的環境很糟糕 之後政府可能 或者是潮州路 還是原居民 都淑青了 所以 有時候 有人出來 跟一些弱勢社群 或者一些 沒有機會說話的人 說一下 我覺得 不要說政綱怎樣 大話一世 已經是一個很好的 這是一個 已經是公義 但是香港 你看回其他老友的政綱 無論你是泛民的 或者是建制的 很多時候是取巧 是 我不是說黃衛基的取巧嗎 99葉子 你最大聲的那句 就說要踢走梁振英 用來講 你這個不是取巧嗎 你不是投其所好嗎 純粹是市長鄉 市長鄉 你知道這個人是商人 你就明白了 我這件事 雖然我心水很清 如果司馬民不是退選 我都說了 我慘過失戀 司馬民退選 我慘過失戀 司馬民起碼 我看不到他是一個商人 我可能 我都未曾立一個 99或100%判斷 但是 聽完你這樣說 我那個 其實很多議員 政綱都跟他一樣 那麼好 但是不英俊 還是死罪 是不是英俊 大罪 或者不是鬼佬 不是啊 鬼佬也大罪 不懂說中文 不就是大罪 其實我想他懂的 他懂聽 但是說出來變成笑料 因為知道李嘉誠 經常被人笑 他都懂說中文 而且你要很能夠表達到自己是另一回事 譬如我台灣話 即是敏南話 我勉強會說的 勉強 但是 但是 很失戀的 而且我辭不達意 譬如 我有一陣子久沒說國語 不是普通話 是台灣 國語 我都會辭不達意 所以你說他要他用一個 他沒有能夠表達到自己的語言 去代表自己 他在電視上辯論 那他是吃虧的 還有你們不要忘記 中英文都是香港的法定語言 你這麼喜歡只有中文 你不搬回大陸 是不是 我又舉了一個例子 題外話的例子 我以前的老闆是寧波人 他是跟我說 開會都是講英文 他不懂得說廣東話 你不明白他講話 他懂得說廣東話 但是廣東話 越來越難聽 不如全部蒙了 不如去講英文 是 國語他都不是很好的 是 但是呢 靈波話 是 你說他個人 很和善 在香港來說 很多人覺得他是一個大的慈善家 但是他只是講英文 他出來跟伙企又講英文 官又講英文 全部都是英文 宋慶寧都是這樣 是 宋慶寧都是這樣 宋慶寧都是這樣 因為他們是 一家美國書 他爸爸是在那裡的 是牧師 國寶 講英文有什麼不妥呢 還有 不是還有 你們這些人不是很懷念英籍時代嗎 是不是 你不是很懷念彭定康嗎 彭定康都是講英文的 我們現時老婆 憶女王都是講英文的 我說我老闆 我老闆是中國人 但是他真的講不通廣東話 他又講不通廣東話 其實這些情況反而在印度是很普遍 印度撞到鄉里都是講英文的 因為大家都不明白大家那些話 因為幾十多人 所以不能用這件事來判斷 用這些話來說 那些人根本就不太熟悉 而且不太理解互相立場行先 總之那人跟我支持那人撞票的就是敵人 現在就去到這樣 這個話題 還有我分析多兩個項目 對不起 我分析多兩個項目 就是為什麼我會選斯馬民 除了政綱寫得好 那當然哭長就說 大把人的政綱寫得好 你是不是結兵了 很冷啊 我的頸子都中了一服 老人家不堪擺 OK 不是說你是那邊 我最好認 為什麼還有兩個項目 第一 你選了他進去 我知道廢話 他退選 你選了他 他可以抵抗功能組別的廢話 為什麼呢 因為對面打咪不立即啪了 其一 語言效果 第二 其實他本身是讀了一個城市規劃 所以那些城市規劃 建築 你知道房屋處那些 常常廢話說出來 像張炳梁那些 那些 那些 有一個是認識的人 可以去挑戰他 第二 他本身是開旅行社的 所以你旅遊界 和建築界 又是說廢話多 廢話集中營 是廢話集中營 這兩個 你是不是有一個這樣的人 可以抵抗兩邊 而且本身是泛民獨立人士 第三個點 就是他放棄了荷蘭籍 而入了中國籍 入渣蘭 至今多樂 真是至今多樂 一二年的事 但是 我講完最後一句 不應該都講完出來 但是你要記住 這些人反而是老共買不到的 沒有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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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明白 因為實際上 雖然他真的放棄了荷蘭籍 但是他要拿回來 是拿得回來的 所以中共其實是買不到他的 原因在這裏 麻煩你們看東西看得遠一點好不好 聽眾 其實多數人都不抗拒他的 只不過有些慰藥 而且影響到他同樣的選票 在講這個效應 就是 有些組織 總之你的票員一樣的時候 他就不停地誓對方的誓 這是零和效應 這個就不是君子的爭奪 這個簡直是骯髒的 他贏而已 沒錯 有些人覺得做生意也是這樣 最重要是賺到錢 出什麼骯髒的 我覺得是對的 勝者為王 這種說法 我聽過不少人說 甚至民主人士也是這樣說的 我也是 但問題 你看到現在的政圈裡面 狂咬自己人的 我真的看不過眼 所以一票不投 大家自己想 熱普成 我是說的 OK 我不想這麼快說 我不想做意見領袖 我想讓大家思考多些 究竟哪個不正常 你吃飄 還有幾個小時 一票不投熱普成 一票不投熱普成 OK 熱普成是熱血公民 普羅政治 還有城邦自治 城邦一春 差不多幾個瘋 你有沒有看過NOW TV那條片 被人截圖 在Facebook 好笑的 就是 對不起 為什麼鏡頭會移動 剛剛 我的貓 對不起 我的貓 我的貓是在搞鏡頭 就是他問他 NOW TV那個辯論的時候 就問鄭敢換 就說 你知不知道 修改《基本法》的程序是什麼 即是 我們不跟《基本法》 我們不跟《基本法》 都說 永續《基本法》 你又不跟《基本法》 那是怎樣 基本法要來掀制政府的 是 問非所答 總之撒走人 我們要修改 怎樣修改 我們不跟《基本法》 那是怎樣修改 那怎樣永續 那怎樣永續 總之撒走 總之啞了 我覺得年輕人很有趣 你不認識 為什麼不肯直認 怕有害 他們很有 不是 其實他們 你不認識就不認識 我又不可以不認識 他又不可以失霸氣 不是不認識 我就反而尊重你 坦白 他就是不用人尊重 如果政黨要人尊重 他就不會像今天這樣 不會做得出這些事情 沒錯 其實最重要是不害羞 最重要是面皮厚到 明明那件歪事 是不停地喊口號 喊十次 明明是誣蔑人 或者沒有人 那些事情 就不停地喊口號 希特拉那個 哥維爾 也是用這個 其實他們的領袖 都很熟 其實全香港人都不夠他玩 老實說 因為他在台灣那邊 就很熟悉 這些政治的骯髒手段 他搬來香港 一朝半夕 已經凶好所有人 已經夠用了 我舉個例子 他在立法會的時候 說任何事情都很正路 凶的官員 兩句都被罵了 大家看得很開心 而他投票機率 也不是太差 全部都是站在市民那邊 這些高手也在這裡 這方面 他是一個稱職的立法會議員 為什麼我這麼討厭他呢 因為他不在立法會裡面的時候 在外面的時候 自己開一些網台的時候 不停地屠毒小孩 將一些扭曲的價值 扭曲的事實 擺放 他的目的就是 凶對方 幫什麼人做事 增加自己的政治本事 對 幫什麼人做事 我就不知道 我沒有證據 但是客觀效果 就是由十年前開始 社民年 為什麼變成人民力量 為什麼變成有義去公民 為什麼變成本土派 為什麼又吵架 一看到有一個團隊 一起勢的時候 他就剁開它 分餅 分到一些民主力量 尤其是新的民主力量 年輕的票員都散了 散了之後的效果 就是今天的碎片化 第一 第二就是 明明你的票數多了 為什麼席位少了呢 就是全部都建了公 你說他是不是很厲害 對不起 我現在回答一句 就是在禁失不禁話的項目 有一個Gray Freeman 請問如何才能聽到和看到 麻煩 推咪 怎樣 幫我們發一條連結給他 為什麼聽不到 因為有聽眾的招呼 你們以為我們不是做Live 就在33分鐘之前 就是在禁失不禁話的項目 他不知道是嗎 我不是認識 沒有 因為我當時還沒有這條連結 是不是還沒有分享過去 我可能要再 copy and paste給他 他不知道是我們的Live 他不懂得聽 我出了機 但他找不到網站的連結 他不知道怎樣聽到 回應探總所說 探總是說得很好 我不是說得很好 我不是說得很好 為什麼說得很好 你好 小雞你好 小雞來了 很害怕 你是老朋友嗎 小雞不是他的老朋友 還是我 繼續吧 打招呼 很簡單 我只是說一個項目 就是當時佔領期間 他在自己的節目中 王老邪先生在自己的節目中 就說 你看我做什麼 齊材有用嗎 你現在佔領立法會 立法會衝進去佔領立法會 就是這樣的意思 什麼不用打架 就是那些 之後 就不知道為什麼 網上有人聖傳 第二天就會審議這個網絡23條 接著就有人去衝 這件事 被官罵了 對 衝了 爆玻璃 那幾個人就被人拘捕了 但最期呢 都還沒完 王老邪之後 我先說 王老邪之後就說什麼 他就說 我講一下 為什麼要我戴 我講一下 你講一下別人進去 別人坐了 不是 是撞玻璃穿紅色衣服 是撤銷了 是那些年輕人 沒名沒姓的 才受了 為何那個法國人 可以塗脂瘤瘤 拍照 有片的 有片的 現場圖片賣正的 這是大家判斷 唉呀 你們想吧 我們知道 沒有證據 那些東西 我們只能夠說 這個間接的證據是什麼 你自己想吧 我不可以馬上展示證據 給你看 如果你看證據 其實今時今日不難 我真的又要在這裡 多謝一位 投票紀錄 不是 出席紀錄 再懶點都可以 就是 你買蘋果日報 今天或明天都有 有一個全版廣告 有一個叫 何志光的團隊 的競選廣告 它裡面有個QR Code 你打了QR Code 看完之後 就聽完你剛才所說的生扁 是他親口說的生扁 以及他幾年之內 講過的不對稱 的說話 就是一個QR Code 你一按進去 全部都看完 我覺得那個CK的團隊 我覺得是近這十年 最有貢獻的政治團隊 他不是要自己選到 但是要告訴年輕人 這個集團做過什麼 那是不是只是他的集團 還是其他集團 剛才我所說的三個集團 其實很簡單 我稍後分享一條片 就是NOW TV 這個西九立法會宣傳 黃魯先生親身舞蹈 他就找了他的助手 馬抽身 被人圍抽到那個地步 真是可憐 替他慘 我看過 這個名字已經不錯了 不過是可憐一點 作為邪教的隊員 犧牲都很閒 但是他已經不錯了 要問給他邪教 是啊 大家要看看 所有泛民 連同NOW TV的主持人的反應 其實完全前文 不對後理 完全說不通 解不出 你說永續《基本法》 你是不是有事呢 對不起你又冷了 除非他坐在這裏 因為吹得很棒 不是他有風 他不是溫度 但我開了三十樓機 不是你開了 風不要吹他 沒辦法地理問題 我也有說 現在在說什麼 永續《基本法》 大哥 用一下腦 現在也有《基本法》 你覺得現在怎樣 永什麼俗 人大永遠都可以釋法 是不是撞頭 還有我問你 永續《基本法》 然後剛才也說過 修改《基本法》的步驟 程序是怎樣 我不認識的 不用認識的 只是口號 是口號 香港人現在輪落到直 相信口號 可以投票 總之先賣一單 我覺得這十年內 發生什麼事 還有最後終極的結果 都是只有兩個字 就是維穩 你那些最熱烈的 新的政治理念 新的年輕人 所有行動 全部瓦解 分散 最客觀的程序就是 維穩 維穩 什麼人最想維穩 就是共產黨最想維穩 只不過用的方法 不要在上面 只拿著棍子就搞定 現在脫離了社會 所以 我也是沒有證據 只是說說 效果就是這樣 六四 追究圖誠責任 平反六四 追究圖誠責任 是不是 你看回片 又找得回 今時今日勝在有YouTube 所以你問我 我不認為 這個Steve Jobs很偉大 我覺得 Google那兩個兄弟 很偉大 很偉大 什麼都可以傳回來 是 他們有YouTube Big Data Google什麼都搜尋好 如果我們怎樣分辨 誰是正棍 誰是真的有心人 對 拆不出來 早期的互聯網 都可以隻手遮天 因為當時有些很詳細 但是放假資料 很多年 你看到很多時候 都以為是真的 很多藥廠都是這樣 就是拿一些證據出來 但是是假的 但是今時今日 真的存到那麼多的時候 你沒有力量 即是素人的數量 上載的東西 比大財團更多 現在越來越真 現在越來越真 真的聞著 漸漸吹向 另外一種方式的民主 不是政治上 是民生日上的民主 其實每天都在變 語言上的民主 就是我們每個人說話 都可以 但是最慘的是 人性就是人性 即是你剛才說的進步 Google為什麼這麼先進 但是你每天都看著 一些新的年輕人 很熱血地 入了邪教 你真的很心痛 雖然我們以前 你可能不是 我也是入過邪教 我曾經每天都聽過他的節目 但我很早已經發覺他不對勁 我告訴別人 很多朋友都不相信 因為你有獨立思考 不當然 這個是我選的 這個通識之 不是和 這個通識之益 亦傳 但是還有一件事 為什麼喜歡邪教 不只是講這個邪教 是講任何的邪教 是說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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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又說回那個 剛剛有一個 有一個 David Lin 聽眾留言 好笑 他說 歡憑滿藥都走 永續笑死我 好棒 喜歡邪教 原來是有一個 心理的原因 因為邪教本身是一個顛覆 剛才你經常說 人很多時候不滿實的時候 就是希望顛覆 但是他不知道怎樣去顛覆 他沒有一條正路去佳拉佳瑜 即是你顛覆是一個人 一定是訴求理想 是他很想的 因為你看到周圍很多壓力 周圍很多事情不公平 周圍很多事情使得他很猛陣 例如我們怎樣露漢 我們只是露這些 不是私怨 我們不是都被人當是 公共利益 我起碼沒有私怨 你也不覺得有什麼私怨 他就更加沒有私怨 他每樣都不妥 你什麼事 我介紹大家知道 中年怨婦症候群患者 怒漢 怒漢 你因為有很多不滿 你要顛覆 但你又不知怎樣顛覆 有一個人走出來 他好像很懂得掌握顛覆 他好像戴到頭 傻子旗 沒有動 好像法國大革命 有一個女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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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打倒 有一個怨婦的老公 如果行選 又不理他 就突然有假棍出來 那裡不是神棍 自剋神棍 有個揮旗 有個握槍 你看看那張畫 那畫是經典的 有個指向前 有個一帶一路 沒有帶但都是老 人們就覺得這真是一個領袖 無論你帶領你是邪惑症 人們都希望跟上他 因為有一種光榮感、一種洩憤感 最糟糕的香港是給某些人真的利用到 經常拿一顆假棍出來 阿哥我真的麻煩你們不要洩憤 我情願你爆煲 說真的 你和我 因為我知道你在一刻也是這樣 我們倆都曾經以為梁天琦是雙王的人 我們都曾經攬頭攬影拍過照 不是 已經分開了 現在才不是 他也是被雙王啟發 但在一刻我自己以為 你也很以為 因為那時候我還記得 我們討論 譬如一百毛叫人投給梁天琦 就不投給楊岳橋 那時候我沒有這麼表態 因為我覺得誰都好 總之兩個都是反的 你問我兩個都進去 當然最好 因為兩個不同光譜 其實是誰受罪還是誰進去 這是公平制度 但現在回看 其實梁天琦絕對不是雙王的人 你看到現在他駕馭不住 就是雙王 當然 當然 你看到梁天琦 如果他真是 這個共產黨的華麗化身的話 進去 怎會被人禁止 但我有少許保留 是 原因就是 他還有機會 可以 可以 說他抱歉 可以 在一起 暫時 出了一個意外 我只不過覺得 還有 我覺得最不信任 任何人都是看 黃英文頭 甚至乎 當時他的組織 本文前 不小心跟左膠 攬頭攬鏡的照片 是要公審的 他們乖乖地坐在那裡認錯 喂 我相信你 這麼激 這麼年輕 這麼有理想 但是你 只有單純沒有獨立思考 我跟什麼人拍照 都要走出來認錯 這樣就糟糕了 這樣就變成 我不是相信你後面那個人 這樣就變成一個專制 是的 他們那個幫助 就是黑社會 所以你的朋友所說 其實是否中國人 不配有民主 是的 我覺得又不是 要交學費 你問我 我覺得鄰近地區 是真的不配有民主的 香港呢 根本就是兩個地方 香港就是港豬 就是 喂 瘋了 其實你拉他過來這裡 我知道 但我想表現我的手力 你倒立吧 不如表現手力 不要噴到我的臉上 緊緊緊緊 是 你說 不知道什麼 港豬 對了 鄰近地區 不配有民主 你自己看 這麼多年來 都是這樣的 他們無心追求 只是要銀子 但香港不是 你這樣說 他們沒有機會 好像我們這樣 初遇民主 因為我們雖然沒有民主 但有自由 還有我們有機會 接觸到西方的民主 例如外國的選舉 那些電視新聞 我們全部都看過了 我們可以有機會 嚮往 但他們沒有這個機會 我告訴你 我不同意 你 你看不到我們 下口都被人洗版 大把寫檢查的人 上來 他們不是一樣 用VP人 但他們在國內 不停的 有些宣傳給他們 洗腦 還有一個無形的壓力 我大愛 我體諒 有一個無形的壓力 很陰的 很可憐 無形的 我教學生 都知道 因為學生 其實他的內心 下來香港兩三年 他已經很快 這邊的洗腦 比那邊的 很快 因為是人性 但他一回去 或是準備回去 他就不會得罪 為什麼呢 因為大氣候 有一個無形的壓力 還有生命的威脅 對 有生命 有財產 有自己的家 還有家 還有家 全部這些都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但我又有一個樂觀的 我看到 我80年代上海 上海有一個極端 左膠到無倫的地方 突然間 在一兩年之間 開放之後 變成很時髦 很新 我知道了 次觀大學也是一個學 你說他在物質上 但他快脫 但他治療得不快 中國二三四千年來 還是這樣的 那個 我相信 他的人 如果氣候變 他也會變 其實香港人 但他沒有土壤變 不就是 他唯有倒台才能夠改變 只有整個體後變 因為他太過獨裁 太多年了 我覺得共產主義 就是左貢 無貢 加上中國人的儒家思想 加上這個獨 很可憐 簡直是劇毒 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我在吳哥佛 那時候 就先去金邊 在金邊 就說回那時候 金邊 紅色政府的時候 殺了三分之一 殺了三分之一 死了很多人 那我就說 怎樣殺呢 那些人都趕回城市 趕回鄉下 鄉下就種田 但那些人不種了 那些田都荒廢 很多地雷 很多地雷 負責報地雷 然後呢 就坐在那裡 夜晚 下午 就跟那些居住 坐在那裡 又不敢聊天 聊天 怕別人的告發 怕說錯 等天黑 突然間 在森林走出幾個年輕人 十二三歲 就把那些海底爺 那些樹 的枝 咬過來 就拿著那些很多辣的枝 抓幾個人出來殺了他 子彈都沒有 即是免費子彈 居住了他 這幾個是十二三歲的年輕人 即是紅衛兵 殺那個村裡 坐了五六十人 或者百人以上的男男女女 就這樣居住了他 更殘忍過 因為很痛 流血流死 找一個植物的粒 我發問一個問題 一個問題就是 為何百幾二百人的鄉民 都抵抗不了 為何不是抵抗 他沒有武器 他也沒有槍 你過去 蹲蹲死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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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答案是你很驚奇的 他說原來那些鄉民 相信一件事 這班小朋友 是天使來的 現在來到居住的人 沒有了頭 是帶他回天國 讓他享樂 所以 都是邪教 沒錯 現在他散佈了一個這樣的邪教 而居住的人 是覺得自己是神聖的 被人居住的人 覺得很光榮 笑著死 這些人也不會覺得 要去救人 這樣不太殘忍 ISIS也是這樣 不是ISIS的人會恐懼 不是 他是特地導致你 我說ISIS 那時是聖戰者 但被他殺那個不是 他都死了 他死了 他那時是極端 為何呢 我再問問 為何你證明到他是 上高快樂來 因為他穿黑衣 他的答案很簡單 因為他穿黑衣 黑衣就是天使 你想想 那時候 波爾布特和洪心 散佈下來 這個邪教 邪到這樣 哇 更比無讀更加多 可惜他 不是可惜 只是人數沒有那麼多 你想想 熊維冰這樣變 但七彈都可以老 後來就倒頭 美國佬 他自己本身 也有自己不行 因為又是貪污腐敗 我只知道洪心 攻回多部出去 這個就是很好的啟示 那些熱血 終於都搞了 是 一定 又是爭端 又是最後的 所以邪教的邪 邪中自有邪中手 還有一件事 就是 人類是原來很愚昧的 不是很像我們說 想到那麼充滿 和讀書也沒有關係 因為讀很多書的人 都是中邪 當年二和團 當年紅燈照 百年教 百年教 一樣那麼邪 但是剛剛有一個 Queenie Zhang 他說不投泛民 不投熱普城 那你投建制嗎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回答你 怎樣說 他說不投泛民 不投熱普城 那你投什麼呢 那你投什麼呢 那你投什麼 那不難投建制 只有一個兩個 梁耀忠算不算 超級梁耀忠 不用說了 有很多是假的 獨立人士 所以在最後 你也要看他的足跡 看政綱 有個假的獨立人士 叫做張惠晶 你有沒有留意 那個德克平常世代很少 他退了 他退了 但是他那篇退的文 趨雞文 我很精彩 我很感動 大家看看 看不過眼 建制派那些虛假 那我決定跟他練過 那這次呢 我真的為了 我要幫泛民拿回最後一席 我決定自己退選 我覺得 就算你當他是假 你當他是 很有創意 不是 他是對自己前途 一個很聰明的一個動作 是 原因就是 反正都不行了 我暗言走 或者我 講得那麼大 那你起碼得到很多個讚 而且你起碼 人家會留意了你 瞬間 幾個小時之內 很多人認識了你 我覺得 在利益上有這個 但是 給了一些人 一些光明點 一些亮點 我不是 我希望他是真心 令到我 當時覺得 香港還有希望 因為有人會這樣 我們做這個節目 都是希望 給了一些聽眾 一些亮點 我們不是在宣傳 這個邪 我們不是意見領袖 但是我們給了一些亮點 你在裡面 看到一些東西 恭喜 所以 幫幫手 聽眾們 幫我們分享 不論是我們的Facebook Live 也好 YouTube也好 幫我們分享 讓多些人 因為每個人的Facebook 都會有幾百人 都會有他的Reach 他的滲透 我們就不是說 他想 或者是次官 或者我會參選 我們並不是的 純粹是真的想為香港 我們沒有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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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這麼多之後 人家多人討厭你 我的Page創新高 一個禮拜 有33萬 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個節目 就是明晚的如是我問 forum 11點半 我們現在次官回來 我們一個禮拜會有4萬節目 星期三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都是11點半鐘的 OK 明晚見 拜拜